。 很衝突的時間 講了那個時鐘 那麼現在來看原文 看我好像幫你們做了一個像數學一樣的 打擦yes or no 聽說你們那個同學替我把那個做得非常好 他們覺得很diversity 做了一個yes or no的那個 我是沒看到那個powerpoint怎麼做 好 我們來看那個 上次在用一個很短的時間講了失蹤 我講過這個其實華語五教章講的就是五教 他就是把這個佛陀一生說法的 所說的一些什麼樣的教義分成五大類 我說有一個叫做 叫做一個叫什麼寇訣是不是 五個字叫小史中頓圓 就備註這五個字 其他都忘掉了沒關係 就小史中頓圓 就小秤教 大秤史教 大秤宗教 大秤遁教 跟大秤圓教 你會發現他是從那個天台那裡 是不是 引用了天台的畫法釋教跟畫以釋教 幾乎把畫以畫法釋教的照從別人這樣拿過來 加上畫以釋教裡面的遁教 是不是 那有人就講說法上這種分法不太圓滿 不太圓融 不管怎樣 這是他的一個叛教的 那你會發現說天台跟華語是不是有一些融通的地方 是不是 與其我們講過那個五祖的時候 華語五祖的時候 第四祖的陳官 他後來是不是有學到天台 他有一個老師叫做戰燃 今夕戰燃 那是忠心天台中的祖師之一 所以你會發現說 雖然華語跟天台好像死對頭 不是死對頭 就是說兩個教義 一個是講性情 一個講性句 一個講善的 一個講性惡論的 好像兩個是一個互別苗頭的 好像是在爭這個伯仲之間 互爭高下的 但事實上有沒有富榮的地方 榮榮的地方 還是有 所以作為華元宗第四祖的陳官 他竟然 他也曾經學過天台 我們可以從法藏的五教裡面 我們發現也有天台的影子 有智者大師畫法釋教 畫以釋教 就是他的八教的那種思想在內 所以其實我們讀到現在 你會發現 好像一個要成為一個宗派 他不是僅僅是自己 自己這一宗的那個教理 思想 他是不是也會融會各宗各派 是不是 以這個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 從一陰教 二教 三教 四教 五教 六教 是不是 可見法藏對當時的一些各宗各派的一個叛教思想 是不是也遼若執掌 也是非常精通的 好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原文裡面的十宗派 來同學看這個文 他說這個以禮標宗 宗呢 有可以分為十個 那個是立教 這邊是怎樣 是分宗 那麼第一個宗叫做我法聚有宗 我法聚有宗呢 他說有兩個 一個叫做人天秤 還有一個是小秤裡面的獨子部 他說這個獨子部設了三個法 叫三聚法 一個有為 無為 非有為 非無為 有沒有 他的原文是說有為聚 無為聚 非二聚就是非有為 也什麼 非無為 你要看他那個話起來就講得很那個 然後呢 第二個是說 法後一是我 又立無法障 什麼叫無法障 又立五個法 過去 現在 未來 還有無為 不可說 他說此即是我不可說 是有為 無為 什麼意思呢 就說那個獨子部啊 獨子部設三個 有為法 無為法 有為法 無為法 都是講法嘛 對不對 而且是法是實有的 法是實有的 OK 就小秤部分兩個 一個人天秤 一個什麼秤 部派佛教裡面的獨子部 這個獨子部呢 講一個補託且裸我 因為佛教基本教理是不是講一個諸法無我 對不對 是不是諸法無我 這三法義裡面的基本啊 諸法無我就是說 世間沒有一個東西 它是自己是自己如此 無自信空 無自信的意思 諸法沒有一個自信的我 原始佛教是講諸法無我 延伸到大政叫什麼 空義 空 對不對 對 是吧 那諸法無我是不是佛教的基本思想 但是獨子部很有意思啊 它既然定了一個叫普特邪羅我 普特邪羅 那就是我嘛 所以呢 來自於傳統佛教對它的批判說 它根本就是佛教的外道 因為佛教基本教義是什麼東西 哪一個 無我論嘛 所以外道不是對佛羅講嗎 世間沒禮佛你的佛法什麼都很好聽 就是那個無我太可怕了 怎麼沒有我呢 房子也不是我的 車子也不是我的 股票也不是我的 錢也不是我的 兒子 妻子兒子都不是我的 那怎麼辦 所以一般的眾生是不習慣我 是不是 那到大乘變什麼東西 變什麼 空 這個無我就兩個啊 法無我跟什麼 人無我嘛 所以叫做法空 人空嘛 或叫做我空嘛 其實 所以那個佛法從原始佛教 發展到大乘 它是不是中間斷掉 不會啊 那到了這個獨子部呢 我們翻成普特切羅 其實就是我 他竟然主張有我 而且他講有我兩個地方 法也有 法我 我是 我運啊 我 平常我們講我都是怎樣 都是從哪裡講他空 第一個我們是四大嘛 四大假和 是不是五運皆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是怎麼構成的啊 我們人是什麼 色受想行事嘛 色受想行事構成 所以當 有一個運不積極的 所以四大非我 五運皆空嘛 四大皆空 五運非我嘛 所以說 他說什麼呀 說是人我 但是他認為說 我也是實存的 法也是實有的 那這個是不是不合乎佛教原始的教理啊 所以來自於佛教有一些內 教內的批判說 獨子部就像什麼 就像是 佛教的外道 好 色一個我 布派我教裡面有一個部叫獨子部 你會發現獨是什麼東西 小牛 牛啊 牛這個意象在整個佛教來講很重要 連布派一個布派都用什麼 用小牛命名 所以牛到現在印度斯牌在聖牛之一 好 所以這個呢 第一個主張 因為仁天聖當然講一切都是實有的 要修五戒啦 要修五戒啦 要修十善啦 然後能夠得到仁天果報啊 什麼都是有的 對不對 好 好這個 第一個是什麼 是我跟我法都是實有的 我法具有中 所以是以什麼部為主啊 獨子部 你獨子部 我給你們錶裡面除了獨子部 什麼閒座部 這個沒有關係 你只要記住什麼部為主要 獨子部 美國的同學記得我給你們那個錶 看到嗎 獨子部 我畫在那個 那個誰 前鋒能不能把那個錶給弄出來 我們看那個 台灣的人看那個powerpoint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那個部派對應 好 第二個呢 所以說第一個部派叫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宗叫做我法具有中 我也是實存的 法也是實有的 這是部派 所以我們先把一些部派放進去 那除了 除了那個 你們看那個我畫的表格裡面 出不來 出不來 出來了 你看 OK 你看我法具有中 各位同學看一下 是什麼部 獨子部 法上部 還有一個弦奏部 正量部 還有什麼 密林山部 那你記不得那麼多的部 不管它 至少記住什麼部 獨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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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獨子部認為一切是實有的 包括我也是實有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是被認為是好像教內的外道 教內外道 OK 第二個呢 他叫做法有我無中 法是實有的 我是怎麼樣 我是假有的 說呢 以薩伯多部 那麼這個 這一宗說 筆法為兩種所設 一個是為明、色 第一種 或者由三、四 由四種所設是三、四 無為第三種 第五個 什麼 心、心所、色 不相應 無違法 什麼意思 管理什麼樣 因為 這一部認為我是五運 五運假有 所以我已經不需要討論 對不對 我只是 我只是暫時存有的 你說哪一個人不會死啊 有一個 有不死的人嗎 嗯 有長命百歲的人嗎 所以中國的皇帝很笨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中國的皇帝 開始做皇帝 都做兩件事情 各位同學念念中國史書 皇帝都做兩件 所以就該去求長生不老之藥 道教講 道教講長生 基督教講永生 佛教講什麼生 無生 無生 才不會死 才無死嘛 是吧 是吧 然後每次中國的皇帝啊 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求長生不老之藥 不死 不只不死還要不老 所以 所以 看 道教講什麼東西 注意 注意到家 道家是什麼生 養生 不太一樣 道家 道家是哲學的 哲學的 這道教呢 就要求長生 所以因此 中國歷代皇帝起來之後 都要叫人家 秦始皇要派五百童男 五百童女 出去求這個仙丹 我們有時候這些歷史要翻案來看 當時被選中那個五百童男 五百童男 是不是也很倒楣 有沒有的選擇性 要離鄉背景 是不是要離開父母 難道是自己自願去的嗎 他是不是很像現在的那個叫什麼 統一教配 用配對的 五百童男五百童女 就去結婚 然後就成了那女 當然這是一點久遠神話 道教講長生 所以 就會很多人扶那些 扶仙丹 或丹陸 練那些 到現在都還影響台灣 影響華人的世界 是不是 有啊 很多皇帝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牽中毒 水銀中毒死掉的 吃那些不當的 那甚至皇帝有時候 稱自己叫做道士皇帝 自己還受俘虜的 有啊 太多了 北魏太吾帝是如此 道教皇帝 道士皇帝 應該叫道士皇帝 太多了 唐玄宗也是啊 皇帝做了道士的 去求長生不老 而且還不死 也是要不老 哪有可能不老 所以 人常常做發現 你第一隻白頭髮的時候 是不是很震驚 怎麼開始有白頭髮 當然少年百不算 少年百不算是很從前 就那個 所以有時候老 對某些人 是不是覺得很shock 很震驚的 那 基督教要永生 佛教要講什麼生 無生 無生 無生才能夠 無死 就是超越生死 歷代的皇帝還做第二件事情 一開始登基 他就開始是見自己的靈情 自己的靈 皇帝的墓叫什麼 叫靈 只有皇帝的墓可以叫靈 所以我們叫定靈 前靈 明十三靈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我想可能 生平是壞事做盡 所以晚上自己趕快 把自己的靈墓做好 不要被人家 時候還要算帳 很多都這樣子的 那替皇帝蓋墓的人 都沒有好下場 大部分都也等於殉葬了 或是被殺了 看這裡 他這裡說 法有我無忠 以什麼忠為代表 各位看那個表裡面 血三步 至少是說一切有步 對不對 說一切有步 還有什麼步 畫地步 嗯 畫地步 對 還有一個多文步 多文步 你看這邊 至少 叫做薩婆多步 是吧 那個 這個鐘呢 他立了三個法 第一個 二四五的 二四五 拿 拿 他立的法呢 或者講 所以他 我既然是五的 他就不在我上面下功夫 所以我呢 我們依這個文裡面 第一個 兩個法 什麼東西 明跟色是不是二 第二個 三四 過去 現在 未來 還有一個什麼 無違法 可見這三個是不是有違法 這是不是四個 再來 他定了什麼東西啊 心 心 心所 還有哪一個 再來是什麼 心心所 然後什麼 色法 有沒有 不相應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無違 這是不是 據舍論講的五位啊 五位七十五法啊 難知道 為事後來講 是不是五位啊 就是這個嘛 心所法啊 色法怎麼樣 不相應法 然後呢 無違法 懂不懂 了解了嗎 因此 這個第二鐘 是不是在法上面 大講特講 分為什麼樣啊 分為三大類啊 他講的什麼 法分為三大類 或者把它分為明色 或從過去 現在未來 無違這樣來 四個角度來講 或者從什麼 把它分為五位 好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講很細 換得了 這個五位七十五法 就是據舍論 整個你就要講幾年了 你就要講幾年了 那大稱 那個法相為四 就是把五位七十五法 延伸成幾個 嗯 一百 一百個 百法名門 好 再看第三個 說法無去來中 這個是什麼 大眾部說 我們看那個表裡面 法無去來 以什麼眾為主 畫地部的本 還有呢 拉上去一點 法無去來 拉上去一點 大眾部 嗯 大眾部 螢光部啊 不對 對 螢光部 然後就是大眾部為主 基因部 基因部 好 法無去來中 法無去來中 就是說 他講這個大眾部等 說現在即無違法 以這個 有現在即無違法 以過位體用的嘛 體用無違 你看 就是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 法無去來 對不對 所以他是針對 是不是這一條 法無去來 這個怎麼樣 這個沒有 所以呢 憲跟什麼 無違 是實有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以大眾部 以這個 以 有現在 跟無違法 是吧 有無違法 有現在法 是不是 過去 過去跟未來都怎麼樣 都體用無違 好 第四個 憲通假實中 憲就是啊 第四個中 所以現在通假實 也就是說 這是哪一部講的 看那個表 憲通假實 精量部 還有一個什麼部 說假部 好 精量部跟說假部講的 所以呢 他說什麼 沒有去來 沒有過去 也沒有未來 而現在的法當中 諸法 再孕可實 再孕可實 然後呢 也就是說 五孕是真實的 十二屆 十八屆 十二入 十二處 或叫十二入是怎麼樣 是假的 隨 隨孕諸法 假實不定 所以是誠實論 誠實論等這個 金部別師 所以是除了 除了這個 精量部之外 誠實論 精量部說假部 還有什麼論 誠實論也屬於這個 這樣了解嗎 他的法裡面 他分成五孕是怎麼樣 五孕是真實的 他認為五孕真實 那什麼是假的 十二處跟十八屆 十八屆 對 也就是說六根 六根 六成 六四 其實十二 十二入是不是被包含在十八屆裡面 對不對 你們知道我現在講什麼 這有些名相沒辦法 一定要知道的 有時候叫六處 有時候叫六入 六什麼 所以其實 十二處是不是包含在十八屆裡面 所以根處 根入式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虛假的 什麼是真的呢 五孕的 五孕是真的 所以孕為真 然後這個處根 處根什麼 處根界是假的 好 那麼以什麼中為 為 現通假 所以誠實論也在那個 好 第五個 俗望真實中 俗望真實是 我們看它是哪一個 說出事不 說出事不 他認為世俗的東西都是假的 皆假虛妄故 出事間法是真實的 這好講 這好講 這等於什麼地 世俗地跟 跟真 跟那個 但是它還沒到大成我教那麼那個 還沒那麼圓榮 所以它把世俗是虛假的 出事是怎麼樣 出事就是說 遠離凡城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很強調 很強調生團的 生團生活 好 第六個宗 諸法誕明中 諸法只是假明虛設 那是哪一個宗呢 說出事不 你們看那個表 說出事不 他說一切法都唯有假明 都沒有體固 那麼這個已經通於什麼 出教的 出教之始 轉之 OK 諸法什麼 諸法誕明中 好 到這個地方都還是什麼 到這個地方 諸法誕明中 已經 這個已經是什麼 是小秤裡面的空中 空中 很像那個波羅裡面講的那個 諸法接空 一定有點相似 那我們看那個表格說出事不 好 同學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我們這樣一共多少 都市長 都還是部派佛教 是不是 你那個諸法誕明中怎麼沒有化現 丟掉了 說出事不 前鋒 諸法誕明中是哪一個 一縮部 一什麼部 一縮部 有嗎 因為畫黃色的 畫黃的 是吧 畫黃 這個是應該是哪一個 這個 你再給他畫一條線 我最奇怪 他怎麼不見 一縮部 黃的比較不明顯 是一縮 你用黑的畫 好 各位同學算一算 這樣有沒有二十個部派 有沒有二十個部派 有啊 上座部幾個 十一個 大座部幾個 九個 剛好二十個部派 分別被 二十個部派被分別放到哪裡 放到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六個宗 對不對 所以前六宗都是屬於什麼 部派佛教 小乘 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裡面最高的諸法誕明中 其實就是誠實論 誠實宗 誠實宗 好 我們再來看第七個 一切皆空中 所以這個呢 一切皆空中已經是大乘實教 誠實宗 誠實一切法皆是真空 然出秦外無分別故 如波羅等 比如說 他無分別的 這就是五教當中的大乘 大乘實教 這裡面當然分 拉下來 分一個空使教跟规使教 抄實教 第八個宗教 真得不空中 真得不空中 就是大乘 universo教 他说《巨行诸经》里面说 一切法为是真如 如来藏实得故有自体 实得故有自体故 具性德故 OK 如来藏 自己本来讲 就是讲真如如来藏的 故有什么自体 有自体故 然后具什么性德 如来藏中是不是有无限功德 佛性里面有没有无限功德 有 是这样子 这个关于如来藏的 我们下学期 我想开一个叫大乘起心论的时候 就会 那个就是在讲如来藏 那个论就很详尽的说了 如来藏的 OK 第七个 第九个宗 叫做相想俱绝宗 所以像顿教里面的绝缘之教 显什么东西啊 绝缘之理 就好像静明 静明经里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静默的 默显 OK 静明经是什么经 维某经 就是维某经 维某经里面像跟想 像是什么 来 这是不是像 这里有一瓶水 那就是像 我在这里对他做一些观察 对他做一些寻视 有寻有视 我的一些想法 你看 这个维某分的 这个叫什么想 初想 对他 比方我现在初想是怎么 我就看 哎呦 这里有一瓶水 大概 凹赖那种的 大概一个样子 我就开始观察 这水是什么牌的 这水好不好 开始去那个 就更细腻的 所以初想 初想跟细想 所以有像 我们会想 色受想行事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 统统敏诀 超越 拒绝 这叫什么 大乘遁教 也就是说 相想拒绝 就是相当于那个 大乘遁教 最后一个 原民俱德中 原民俱德中 是别教一神当中 叫主办俱足 无尽自在 自在所显法门 主办俱足 有时做主 有时做伴 这也只有华人会讲 什么主办俱足 人生有时候 不一定都要当主角 是不是有时也当配角 我讲过这个 有时自己 自己当 人有时候一天当中 自己也很多的角色 比方你 你现在来学校 你是不是 你的主角的角色是什么 学生 你回到家里 你也许是人家的爸爸 你也许是人家的妈妈 你也许是人家的兄弟姐妹 你也许是人家的师父 你也许是人家的徒弟 是不是 所以当你回到家 你是人家的爸爸的时候 你那个爸爸的角色是不是主啊 其他的角色是不是都变成伴 对不对 OK 今天开了一个party 有一个聚会 今天是你是 你是主要发表论文的人 你是不是变成主 你是主讲者 下面听讲是不是都变成伴啊 嗯 对不对 今天这个会你是当主席 你是不是主啊 那今天不是 今天你只是大众中的一个 你是不是变成伴 所以叫做主伴 主伴巨主的 所以我们 我们一般都会 就是说人生好像都是要当主 其实有时候当伴好不好 所以新郎还要什么郎啊 要伴郎嘛 新娘子也要什么伴娘啊 那其实新郎是不是 那个主就是老大的意思 伴呢 就是老二角色 新郎是有一本书叫做老二哲学 其实做老大有老大的 做老大有老大的责任 做老二有老二的逍遥自在 所以不一定人生 什么都一定非我不可 奖学金一定是要我拿到的 第一名一定是要我的 老师一定都要对我怎样 不见得嘛 因为只有你是老大的时候 很多的老二会不会放得过你呢 会不会有很多的老二来攻击你啊 会啊 所以不要 人生你老是要当老大 累不累 累不累 很累 有的人 有的人他是 有的人他一生他都是什么 他都是老大 老大的 他是老大角色 但是他是老二性格 老二性格 有的人他就是说 他就是众心拱之 就一定要你出来做老大 就一定要你出来做老大 但他是老二性格 我个人我比较倾向老二性格 我喜欢做老二 我讲一个有一天 有一天庄子里面有一篇文章 有一个诸侯我忘记是哪个诸侯要请庄子去当当官 庄子说你看过那个神桌啊 那个不是祭神吗 前面有摆了一只大神龟啊 一只龟就趴在那边啊 享受祭祀啊 香火啦 前面摆了一大堆的面 那个好吃的东西啊 那个龟就趴在那里 能吃吗 只能看啊 他说我不要做那只神龟 我宁可做那个小乌龟 在那个沟渠啊 水沟里面爬进爬出 爬进爬出 那是不是老二 那就是伴 那就是伴 所以其实 这很有意思的 想一想人生不见得 一定要非当主 有时当伴 这个华人哲学很有 其实我一直觉得华人哲学 一直都可以用在生活里面 人生 你的生活啊 人生啊 那个人际之间 会很圆融 但是当需要你当主的时候 你要不要出来 你要不要责任一尖挑啊 要啊 你不能说我不要当主 我就是要做伴 你不要找我 没办法 就是需要你去冲锋陷阱的时候 你也不能逃避责任啊 比方说大家给你重心拱 这个叫做龙天推出 选了你当德学长 你说我不要当班长 我不要当学 没办法啊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叫做老大 就是主了 所以这里华人讲的这个主办 他的原名俱德中 什么都 什么样的功德 都完全俱足 所以叫主办 主办俱足 我刚开始接触华人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什么坏啊 什么叫做主办接剧主 总不能大家都得第一名吧 是不是 奥斯卡金像奖也只有一个男主角讲 不然就不叫男主角了 通通都大家通通有讲 所以这世间一定会有这种高高低低的 这很正常 有时当主 有时当伴 当主的时候你就把责任 你就把责任挑起来 当伴的时候你就很视性发展 非常好 我再讲一个我的心境 比方我以前在美国西来寺 我做主持的时候我是主委 那你们各位知道 美国的法令的那个 那个叫做公共安全 Security的 每次下以后就很害怕 下以后就想 哇完蛋 今天很多人来这个 这个公众场所 会不会跌倒了 会不会怎么样 都是你是主人 主人责任 所以我就会 我就会每天过得 就会睡不好 所以我常常去我们室里面前面那两尊 委头跟切兰 每天我都去拜他 拜托 拜托拜托 共同把这个室里面 你要撑起一片天 每天我都去跟他们对话 就去把 早上写的我去做完早课 我整个早课的时候 我就去拜托这尊切兰 拜托委头 委头菩萨 但是后来 我不做住持了 我再回西来寺的时候 下雨啦 过年啦 没有交通车 那个什么 过年的时候 那个什么菜都吃光了 很多厨房 厨房告急说没有换菜啦 交通组说没有停车位 我说问老大去 因为我是老二 问谁 我是持龙华士区 我是老二 当我老二可以行有余力 也可以去关心 赶快赶快 所以有时 当老二好不好 我充分能体会那个 enjoy那个老二的逍遥 所以人生其实不必什么 一定就是 你占尽 所有的光环 一定都在你身上 是不是 你做老二角色就把它秤着好 这个叫时钟 所以把五教可以不可以配时钟 五教配时钟 配得非常好 好 这个我们五教时钟就这样把它讲过了 OK 我们再来看下面 叫做称教开合 这称教开合呢 把这个称教开合第五 他说在当中分为三 第一个称教开合第二个 以教设成第三 诸教相收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叫做诸教 约教开合 出乎约教者 这个五教可以相设融通 已经有五个义 我们先把他念过 那我再跟各位解释 一个说 一 一臣总为一 为本末融融为一大善巧法 第二 或者开二 叫做本教为别教一臣 一臣为诸教本故 二 末教为三称小称 从彼所留故 第三 又名什么 旧晋吉方便 以三称小称 旺一称 西为方便故 第三 或离 就是或开为三 为一称三称小称教 以方便中开出乙法二臣故 第四 开出四个 小称盾 建盾元 以始教 始终二教都在严等故 第五 或善为无 如上所说 有没有看懂 有没有看懂 好像有字天书 是不是 每一个字是不是都 都没有生字 都没有生字 好 我给你们画一个小表格 你就 马上就这样 豁然开通 就豁然开通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在读这些东西 它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 它是一个理解的一个 喔 好 好 我今天两个天在家里好用工 做了兩張的一面子一面子 讀書好快喔 沒人找我 我最喜歡把他表格畫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同學我們來配那個 我們來看那個一那個紋裡面 我們把它表格畫出來 他說或者可以用一個一叫什麼 唯一大善巧法對不對 所謂分成小史中頓延 其實都是一個很善巧的法 好 這是一 然後呢 又可以分為兩個二 分成什麼 本教跟什麼教 跟末教 這是不是分成二 本教跟末教 是不是二分 然後呢 這個本教裡面的一層屬於什麼 本教 三秤跟小秤是不是屬於末教 你看那個文裡面 有沒有 別教一層 對不對 其他的教是什麼 是末教 有沒有 末教是不是為三秤小秤 是不是這個中間的那一段話 有沒有看到 一法二秤 最後呢 再來可以分成四個 可以用圓教 頓教 劍教 小秤 也可以把它分成幾個 五個 好 也就是說 其實 分這個 好 倒過來講 五教章的五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五教在這邊 是不是小屎 中頓圓 五個 對不對 五個能不能歸納成四個 小 劍 什麼 頓圓 這是不是 劍 這是不是啊 這是不是啊 小 劍 所以其實劍只是把中跟屎弄成什麼叫 弄成什麼叫 劍教嘛 對不對 我們前面不是講一堆嗎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把它歸納成幾個 三個 也可以把它歸納幾個 兩個 還有什麼 只有一個什麼 一個大善喬法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後面倒過來弄 從可以弄五 五四 三二一 就是這段話講的 好 你再看一遍 看一遍文章是不是就懂了 你看 一 貨種為一 叫做什麼 本墨容色 為一大善喬法 也可以開為二 本教 就是指別教 只拿一個一秤嘛 為諸教本故 第二叫墨教 只拿一個三秤小秤 從本教所流出來的 所演變出來的 又名究竟跟方便 對不對 各位 你要看這邊 這個是不是究竟 這個叫什麼 方便 是吧 這是究竟法 這是什麼法 方便法 什麼叫墨 從本流出來的 這是分為二 一分為二 再來看三 三呢 或可以開為三 什麼叫三 一三小 一秤三秤小秤 從方便中開出余法二秤 余法二秤出來 好 再來或可以分為四 小秤 建教頓教園教 為什麼 使教跟宗教都在哪裡 就在建教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需要用言語的 對不對 一言 一言剝落 第五 或可以善而如 如上所說 現在以後這樣在看那個文章會看了吧 我們剛剛沒有這樣把他表格看 你講什麼 像什麼 是不是 這樣把它弄出來 是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說五四三二一 可以嗎 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可能 也可能說是法杖寫的 是不是語言不詳 如果我們現在用白話文寫說 這個五教啊 叫做小屎中頓園 這樣就分為五個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四種 只是把這個 大乘死教跟大乘中教變成建教 所以我們就可以分成 圓頓什麼 圓頓建小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再弄一個 把這個圓教本來就是一秤教 頓教建教是屬於三秤 然後小秤教就是小秤教 所以就變成三種 是不是 我們現在只是用白話文解釋 你要注意它這是唐代語言 沒辦法 好 這個已經看得懂 再來 以教來設成 有分成兩個 好 以教設成第一個 它要分成第一個 第一段 先看 明一秤教 一秤誰教 一秤教分五個 五種 五種 有五種一秤 哪五種 先看 第一個叫做別教一秤 看到嗎 第二個叫什麼 同教一秤 看到嗎 第三個叫什麼 覺想一秤 對不對 第四個叫佛性平等一秤 就是佛性一秤 第五個叫做什麼 密義一秤 好 一秤教分幾個 五個來講一次 別教 同教 還有什麼 別教同教 還有 覺想佛性密義 好 別教是哪一個教 是原教 原教 同教當然也是原教 那他說 覺想一秤 如誰所講的 楞且金 是屬於什麼 遁教 然後 佛性一秤 是屬於什麼教 公教 對不對 密義一秤 屬於什麼教 使教 還記得 還記得 我們講過那個密義 有八個義 還記得嗎 記得嗎 記得嗎 我曾經講過的 許那個大乘起信論吧 色大乘論講錯 色大乘論 不是什麼 隱色一類啊 注辭所餘啊 不定性 不定種性啊 還記得嗎 法 無我 解脫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什麼 什麼東西啊 義 義樂有沒有 畫 還記得嗎 當我在講 我們在講 前面有一個叫八義義區的時候 在講哪裡啊 我們在講一層不是有七種嗎 找找看 約法相交参那個地方 有沒有 約書聖門啊 約方便門啊 約所流啊 約書聖門啊 還記得嗎 約教室生息啊 所以第六個就是約八義義區 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 秘義一秤 好 我看起來都已經忘掉了 黃經緯 而且找也找不到 沒有關係 哈哈 好 它這裡 是把一陣分為五種 OK 這兩個屬於什麼 圓教 這個屬於什麼 屬於什麼 頓教 這個屬於什麼 宗教 這個屬於 死教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啊 小 死中頓言 所以我說那個口訣一定要背 小死 小死中頓言 小死中頓言 所以前面兩個屬於圓教 一個大乘別教 圓教裡面的一乘別教 一乘同教 絕想 絕想 嗯 絕想一乘 佛信一乘 密一乘 這樣可以嗎 好 休息一下好了 好不好 下面再講說 三層有沒有幾種 三層也有五種 三層也有五種 好 休息一下 可以嗎 去找東西吃 那個同學用買麵包來給我們吃 這好像在共國栽生 是不是有五種 對不對 五種 各位同學在聽這種課的時候 我們會聽起來會很吃力 因為我們相關知識 我們相關的一些佛學的常識 就比較不夠 因為我們沒有像法杖 法杖大師這樣 他已經出入各宗 而且各個教道都已經融會貫通 比方我們在這裡講到大乘宗教 起碼他已經讀過起先了 他為起先鑄解過 對不對 所以你講到大乘頓教 人家的唯摩金也很清楚 所以這裡面你就知道 你就看過唯摩金 講到大乘宗教 你是看過起先鑄看過聖曼金 看過涅槃金等等 所以沒有關係 很多東西本來就是一回生兩回熟 這個現在就把它當作 歐賴也是種一點種子 至少有種子在 以後就現行新種子 回去寒暑假 比較長的時間 每天給自己至少兩個小時讀處看書 有一個學者跟我說 有一個教授 有一個大學的教授跟我說 說他每天早上十點以前 他十點什麼事都不做 不管小孩 不管太太 不管什麼 就是一定要給自己 這個讀處自己好好看一點書 有的時候 那個深入金讓那個快樂 我今天我今天自己下午就 美國的下午很好 都沒有人吵我都忘記了 真的要忘我境界 無我境界一樣的 就在看這個看武教章 看得叫做痛快 很痛快 很快樂 我不知道一下子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時間很快 所以深入金讓絕對會 是會真的會吃得住 像我們來看 剛才講一稱法有分五種對不對 現在三稱也分五種 先看文章 我們常常看那個文章好像有字天書 我也是這樣 我現在再重看我以前看 我有很多地方打問號 我自己會寫再閱 再重讀 現在再看就覺得 就懂了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 一讀再讀 就讀會了 好 三稱也有五種 第一個 小稱中三 叫做什麼 始別中同 以聚 以聚羅漢谷 第二 始教中也三 始中聚別 請你畫起來那個叫始別中同 始別中同 還有一個叫什麼 第二個叫做 始終聚別 第三個呢 因為有什麼 以有入籍谷 第三是宗教中 始終聚同 又也是怎麼樣 都是成果故 再來 頓教當中 始終聚離 為什麼 覺想故 第五 原教當中 也是始終 始終聚同 好 這裡呢 他就分出 這個首先要跟各位講 始別中同的始終 這個始不要被 不是小始終聚員那個始 不要被那裡糊弄掉了 OK 這裡的始是什麼始 聽得懂嗎 這裡講的 好 我還是幫你們畫個表 始別中同三稱 始終聚別 我們看文 始別中同三稱 對不對 三稱分幾種 也是五種 我可以擦掉吧 我看文 這裡 我擦 我擦 我看文 那個不要擦 完蛋 好了 算了 擦了就算了 不好意思 擦了就算了 那要不要全擦掉 全把它擦掉 擦掉 好 好了 太空 了 太空 我們 就真擦 我擦 快 好 好 好 你要看他的文章 我们把那个文给他表格化就是这样 第一个三称叫做始别中同三称 第二个叫始终俱别三称 第三个叫始终俱同三称 叫始终相离三称 始终俱同三称 第一个是属于小圣教 第二个属于始教 我们不写大圣宗教 大圣那就是大圣始教 知道了吗 大圣始教大圣宗教 大圣蹲教大圣原教 所以我说那个口诀重要不这样 一直都是小始终顿炎 而且你不可以导 顺序不可以导 小终始顿炎 不可以这样讲 绝对是什么 因为他是有次第的一个比一个高 绝对是什么 小始 次第一定是小始终顿炎 好 现在我们来这里 这里同学要注意的就是说 会被他搞混就在哪里 因为我们这里的五教里面 有始跟终 对不对 这里的三寸也有始跟终 这里的始跟终 跟这个始教宗教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做始呢 我们来看他这里面的文 我看有没有讲 这个始是因为修行 果为正果 这个始值什么东西啊 这样子就懂了 比如说 因为怎么样啊 这个别就是不一样 同就是什么 相同 好 小称教是因为修行的时候 一样不一样 什么叫小称 OK 好 声闻尘 声闻尘 各位同学 声闻尘要修什么 声闻尘是什么 修四地嘛 严绝尘修什么 十二因缘啊 菩萨修什么 六度 所以他们的修行位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而他们都是挣的什么东西 你看他说的都挣的什么 罗汉嘛 是不是 罗汉 他们 所以我们称佛陀有时叫大欧罗汉 有没有 大欧罗汉 不要以为说罗汉就是 罗汉就是无声了嘛 他就是杀贼 应供等等 好 所以首先 首先第一个 始别中同三称 是小称教 是不是 他们的因为修行的法门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因为修行法不一样 所以叫始别 最后要正德的国位 都是欧罗汉 所以中同不同 同不同 同 这样会了吧 这样懂了吧 所以你看小称中有三 叫做什么 始别中同 以聚罗汉故 他就是写文言语文 写的太简单 你就说他的 因为修行的各个修行的法门 都不一样 但是正德的国位 都是欧罗汉 所以叫做始别中同 好 以此类推 始教里面的三称 叫什么东西 叫做 也有三 叫始终俱别 始也不一样 终也怎么样 终也不一样 对不对 刚才我们讲 那个小称教的 跟他跟小称教 那个三称相 他也是修 四地说要因缘六度 是不是种种差别 是不是 生文言诀成的二称 他们进入什么东西 他们是进入五乙涅槃 而菩萨是不是成就佛国 所以三称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也说大称始教 跟前面那个三个教 他们跟二称来比 是不是一样 一样不一样 注意它是叫什么 三称五种 有没有 对不对 前面的生文言诀 生文证什么东西 不一样的 所以大称始教 也说生文言诀的二称人 他们是进入五乙涅槃 而菩萨是正要长 他是要成佛的 所以始终 始跟终是不是都不同 大称始教 好 大称宗教 大称宗教叫始终俱同 为什么 为什么始跟终都一样 因为大称宗教是 一切众生 皆有佛信 一切众生都有 一传体也有佛信 是不是 为了要修得佛信 所以 所以他说 你看始终俱同 他所修的 修的一个 都是为了 有皆能成佛 所以一切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 第三个叫什么 始终 始终俱同 第四个 始终俱离 因为两 都没有言说 都超越言说 所以 没有什么 因为可证 也没有什么烦恼可断 没有果位可证 也没有烦恼果断 众生本来就没有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统统都什么 绝的 所以叫拒绝 所以 因行 因为 因行 因为的修行 也是绝言说 对不对 超越言说 超越言说的分离 分别 然后呢 果位呢 也是什么 超越言说的 所以叫做什么 叫做俱离 俱离最后一个 说原教是什么 始终俱同 始终俱同 也说 他其实是原教当中 那个宗教里面是说 各位同学看 这里 你看 你说 那跟始终俱同的宗教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城市不一样 讲得好 意思说前面那是一个方便 方便的 方便的那个 前面那是要让他们 大家都能够 都有什么 能够 稀有佛性 稀有佛性那边 然后是一个 是一个怎么讲的 就是说方便的 这个是植入一层 直接植入 植入一层法 所以有没有一个 有一个层次的不同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这个比较殊胜 比较殊胜 宗教的始统是因为多有佛性 这个最后这个大乘元教的一个始统是 他就是叫你直接怎么样 植入 直接去入那个一层法 一层佛教 好 我们这样可以分成什么 三层是不是有五种 好 所以不要被这个文字给 首先要把它那个死跟中搞清楚就对了 死跟中 好 再来看 叫做诸教相取 这样可以吗 来 第三个 诸教相收有两门 一个以本收莫门 一个以莫归本门 好 分什么本跟莫 本跟莫 初中以原教内 或唯一原教 以余相接近故 或聚武教 以色方便故 顿教中 好 他分两个 一个是 第一个是从原教来讲 第二个是 第一个是讲以本收莫门 一个是什么门 一个是注意看 以本收莫门一个是以莫怎么样 归本 以莫归本跟以本什么不太一样 这里很啰嗦 又要画表格 谢谢 Brej